因為我們剛剛的這個LED點舉證只有8864個 所以你要變成類似這種比較像素化的 有沒有看過漫畫啦或有一些卡通是這一種的 有對不對 那現在也有這種線上服務可以玩 你到這個網站 到這個網站進來 那一進來很抱歉 都可以的有沒有 有沒有用過Google翻譯 有沒有用過Google翻譯嗎 這個網站可不可以翻譯一下 可以喔在這邊 我看一下Google翻譯 我看一下這裡 你找一下Google翻譯 這裡 翻譯翻譯 好 點它 你只要把我們剛剛的網址貼進來 等一下喔 整個網站翻譯工具 我看一下 我記得可以直接翻了 正常這裡應該會有一個 但是這裡沒有 這個沒有 正常的話這裡如果有你直接按是比較快啦 那如果你要進到翻譯這邊的話 就比較慢一點點 我看一下喔 網站翻譯 是找到的喔 不用不用不用 download 來 你這樣子喔你就回到我們的首頁這邊 在這裡 是不是可以找到Google翻譯 找到了對不對 點進來 你把網址貼進來這樣就好了 那麼在右上角這裡就有個翻譯 你看這個 它就幫你把整個網站翻譯在下面 喔 那 這樣有看到了齁 對對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應該這樣就看比較懂嘛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都正確 但是至少 不會太誇張 唉唷 載妝女的炸藥好可怕 哈哈哈哈 我看一下 它還沒進來 卡比較久齁 這樣子好不好 各位呢 你就先到它英文的網站這邊 英文的 你先連進去裡面 進到裡面來 在這裡我們採用Google翻譯 這邊我們採用Google翻譯 這樣子 那沒關係 來你看一下 你看喔 這邊可以畫 有沒有也是有這些工具可以用 那你看右手邊 我們第一個動作就是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圖片要跟這個一樣大嘛 所以你看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縮放的工具 右手邊這個 看到了齁 右手邊這裡你把它按一下 你看 在這邊它現在是32x32 對你可以把它變成8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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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按好了之後 這裡有一個黃黃的resize 就把它重設它的大小按下去 這樣就是8x8格 那如果你覺得你這個格子有沒有發現這樣一格一格的 一格一格的 如果你覺得這個格子看起來不是那麼清楚 你也可以把它換成其他的顏色 有沒有 這裡有其他的顏色 如果你覺得我這樣看不是那麼清楚 其實你滑過去它就會亮起來了 這樣在這邊畫 它就是8x8的 比如說像 那這種方式呢 你了解之後呢 第一個動作我們先把它變成8x8 這樣子你在畫在這裡面點的時候就比較OK 那你在點 除了標準的這種點以外 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這種對稱的 對稱的 這是垂直對稱的 所以我在這裡點一點 你們另外一點點一點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要對稱 那顏色從左下角這邊 你可以來選 反正我們現在只有一個顏色 看一下老師的畫面喔 你看喔 有沒有 有沒有 如果你有需要我們像這樣 這樣下來 這樣這樣下來也可以啊 對不對 你這樣再做就比較容易一點 就比較容易 這是第一種方法 這樣你這個介面有稍微了解了嗎 換顏色在左下角這裡 這個是前景的顏色 前景的顏色 那如果你要找愛心的怎麼辦 蛤 找愛心的啊 對等一下我 等一下老師跟你分享一下 如果你用圖案的 我們也可以把它直接轉成像素的 就是你知道啊 因為我大概要哪一個 我就找好一個之後把它丟進來 他會幫你轉 那你覺得不滿意的再稍微調一下 就等於說我不用每次都從頭來 如果你做好之後 有兩種方法 假設你要做動畫 你在這邊可以增加第二張 有沒有 左上角這裡 你可以增加第二張第三張 那假設你是要 以這一張為主的 你要以這一張為主的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複製 這個地方 你滑過去 滑鼠滑過去之後 這裡有一個複製 就是 我就可以複製這一張 然後呢再拿這一張來改 欸 比如說我要讓它噴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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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上來 好那這樣 這一個 這一個有沒有 這樣這樣 好這樣你就可以 就是做動畫 那麼做好之後可以拿出來 從哪裡拿出來 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磁碟片 這個 好這裡有一個這個 你可以把它按 就可以從這裡把它存出來 來 欸等一下喔 抱歉 來 輸出是這一個 輸出是這一個 這張圖片這裡 這個才對 這個才對 更正一下 對你把它按一個這個 然後呢 就可以按 看你是要把它下載成GIF 還是PNG都可以 這裡有兩個 我們的圖片主要這兩種格是 GIF跟PNG 好這樣就可以把這個圖片下載下來 這樣做好的知道怎麼拿出來了嗎 如果你做的是動畫 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變成GIF 你在FB上面 它也是會動的喔